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是你身体迷离如何 不是你的防护措施再耽误 因为在我们的呼吸 就有可能被感染 被感染就有可能表现 在临防的工作当中 我们的医生和护士 实际上比一般人群 感染这个结合病的风险更大一些 那么即使就是有了N95 也不能保证所有的医护人员 不受到感染 相当于一个成人结合病的医生来说 我们作为一个儿科结合病的医生 我们需要更亲密地去接触那些小的话 因为一旦得病以后 他面临一个身体方面的原因 还有心理方面 还有这种环境的旗帜 还有家庭的问题 对他面的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 他们是和病人接触最密切的人 他们最应该得到保护 在我的工作中 就有我的同事 生结合病 还非常严重 后来花了一年多 甚至两年的时间 才治愈他 但是我的同事 经过了这样一些打击以后 在家里人的反对下 离开了我们这个职业 你想 有的同事 因为得了结合病以后 就不得不中断工作 在家休养 也有好几个职业暴落以后 得了结合病的 还是感染是那样的结合病的 那么十多年了 至今还在家休养 我们有一位外科医生 生了结合不敢公开 对外讲 隐瞒了 他不能做手术 是吧 尽管我强制他 你在传染期 是一定要不能做手术的 那由于他有这样的心理的压力 他的结合病一直不好 治疗不好 从出治到福治 然后从福治到赖多药 从赖多药到广泛的药 最后整个肺积辅滥光 最后不能工作 他连基本行动都有困难 那在去年的时候 最后还是离开了 人是个家庭 各单位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这是我终身难忘的一件事 很年轻才三十几岁的一位外科医生 结合科的医生是一个结合病的高位人群 所以他们更多的应该受到保护 如果有一个好的疫苗 我想应该对结合科的医生 提供很好的保护作用 这是我们期待的 在这个结合病防治领域 我觉得是疫苗的研究是一个非常有远见 非常有意义的事 因为我们现在的 不管是技术的革新 在药物或者是诊断 都是解决现有的问题 那么未来的问题怎么解决 这个疫苗就是解决结合病的一个终极问题 我们医护人员在使用这些疫苗的话 无论它的工作的安心程度 对它的工作机器性 应该都是非常大的一个促进作用 整个在传染病是一个社会问题 在传染病的这个投入人员 尤其是结合病的投入人员 应该更加的加大密度 那么整个政府有一个全面的原理的规划 让我们这些从事在临床第一线的工作人员 能够得到一个更健全的一个保护 我们也希望能够得到这方面的帮助 结合病疫苗的发明 对我们 对我 就意味着可以拯救世界 我们医院所有的人员 包括医生 包括护士 和我们检验人员 他们值得被保护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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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